郑中基渴望职位再生一级的迟钝男 薛凯奇千金小姐 故事发生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只有四星级别的副总经理郑中基 憧憬着自己职位的转正 却意外得知公司空降了新的总经理 郑中基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总经理为了提高酒店的知名度 借出场地给电影剧组拍摄 同来的还有两位人气明星 同时总经理和手下仅凭一条围巾 就把一个渔民误认为神秘平行员 给予了渔民超周到的服务 并且一切免费 郑中基青梅竹马的好兄弟薛凯奇 来寻求郑中基的帮助 希望能够假结婚 骗过自己的舅舅 从而继承父母的遗产 快可也是罪了 于是郑中基与他的酒店服务团队 开始了婚礼的筹备工作 并选定了一名保安假扮新郎 郑中基与心仪的明星相处愉快 然而当薛凯奇要离开时 郑中基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的真正心意 勇敢向薛凯奇表白 暗恋了这么多年 薛凯奇终于推倒了爱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时假扮新郎的保安 自曝是酒店平行员 虽然酒店的服务有缺陷 但感念于酒店服务人员之间的 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的情意 最终决定将酒店评价为五星 由古德钊指导的百星酒店 描述了一家酒店中的员工们 为了赢得五星酒店的称号 而共同努力 并促成多对美满姻缘的故事